残疾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祝念团 22日由道场主任曾俊章贤士 带领贤士同修们前往嘉义势力殡仪馆 为嘉义道场十二届贤士 凡宫日养老菩萨回归南天净土 往生西方极乐诵经祝念 祝愿凡贤士蒙老祖慈悲牵引 阿弥陀佛及诸大圣众 现前接引往生极乐净土 继续修行直至成佛 凡宫老菩萨享受八十有五 其在世时加入一经大学行列 学习妙法热心助人发心无畏师 与每年王禅老祖圣诞水路大法会 老菩萨都会全程参与法工热忱服务 在嘉义道场法会举办时 凡老菩萨也热心服务于场外 帮忙捕捉之摆收不落人后 安安静静地从事法务笑容可举 是一位极具修养之长者 嘉义道场同修们 依往生祝念法仪 与仪族家属一起为新归原 凡老菩萨祝念 祈求诸佛菩萨加持牵引 凡公老菩萨往生南天净土 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 了托生死 继续修行直至成就佛果位 维新记者吴云珍 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课论链与仲敬 未经许有趣 has to be